寶寶師吃飽了嗎? 吃飽了 吃飽了 那這一道呢 你更喜歡 今天要做的是 花生乳豬腳 好 這一道料理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你像我們客家人呢 有時候啊 做瘦才會吃到這個豬腳 寶寶師啊 今天準備了一大隻 請人家去剁啊 這個呢 在家裡千萬不要買一隻自己剁啊 不得了啊 會出人命的 來 這裡 我們滾水把它汆燙一下 好 讓這一個豬腳呢 再清洗一次 把它稍微汆燙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也是燙兩分鐘左右 好 來 我們稍微醃漬一下 我們用一點點醬油 我要讓這一個 豬腳呢 顏色稍微重一點點 那我們的糖 我用一大匙 好 把它抓一抓 好 醃一下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讓它定型 我們把它油炸一下 油溫大概是一百七百八 你不要炸也行 不要炸就是 你的醬油顏色要重一點 好 氣炸鍋也行啦 就是讓它 有一點表面熟成 再滷 炸鍋呢 就讓它皮下組織啊 變得皺皺的 讓它更緊實 你久滷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散開 口感會比較Q彈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這個豬腳啊 都已經稍微過油了 有一點上色 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用露的方式 這裡呢 我們的花生是帶膜的 當然你要買去膜的 當然也是可以的 花生呢 泡冷水泡了兩三個小時 之後呢 把水濾乾 把它稍微炒一下 那炒的過程呢 是要讓它 比較快熟 大概是一分鐘 到兩分鐘左右 兩分鐘真的時間過得很快 對 太快了 來 接下來呢 就要加入我們的 豬腳 拿穩拿穩拿穩 加入我們的冰糖 讓它第一次上色啊 讓它的醬油附著在這上面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加入我們的 蒜頭 醬片 醬油 然後我們大概是給它燒一分鐘 今天呢 我想要顏色稍微白一點點 不要太深色 那我們就是用米酒 好 來 我們這裡 鹽巴 白胡椒粉 稍微再攪一下 這裡 我們準備的是白胡椒粒 當歸 甘草 八角 好 一般的鍋子來說呢 我們大概是要滷一個半小時 你要吃比較Q 大概一個小時15分鐘左右 今天我們用壓力鍋 起壓之後關成小火 大概是15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我們把水填上去 蓋過你的主食材就行了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像寶寶師講的 我希望今天的顏色呢 不要太深 會太深會讓人家覺得說 有點鹹 這種顏色剛剛好的 然後呢 我們最後把紅棗 枸杞 把它放進去 我也不調味了 那我們現在 就來盛盤囉 好 我們試吃囉 哇 真的 好好吃的 有這麼一說啊 就是豬腳跟花生呢 對產婦還挺有幫助的 或者是說在家裡 你有人做壽或是生日 你另外再燙個麵線 哇 豬腳麵線 記得麵線不能剪喔 一定要長長的 讓它長命百碩 然後不管是過年也好 或是平常也好 聚餐也好 我覺得滷個豬腳 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來呈現 動手做看看吧 希望這個花生滷豬腳 你會喜歡 我們期待下禮拜再見 掰掰 掰掰